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线程安全的对列 然后呢实现了基本的任务对象 然后呢还实现了这个 任务处理的线程 以及任务处理的线程池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基本的功能就已经完成了 因此在这一节课 我们就编写一些测试用力 去测试我们前面所实现的功能 有没有问题 好的来到派上派第一 在这里面呢我们新建一个 text的文件 在这里面呢我们将会 去编写一些测试用力 来测试我们的这个 线程池是否有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 这一个是一个 编写python的一个良好的习惯 我们在文件的头部 先定义这个编码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一个test函数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会测试 编写这个测试的逻辑 if name等于这个main 用这个test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需要完成什么工作呢 首先第一步是这个初始化一个现成词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生成一系列的任务 第三步呢 我们需要往这个现成词 提交任务 执行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测试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好的 我们一步一步来实现 那么首先呢 第一步我们需要初始化一个现成词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现成词给引进来 from operate system import这个task 以及这个pool 好的 那么第一步是初始化一个现成词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的testpool 就等于这个pool.threatpool 然后呢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初始化一个现成词 在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现成词给启动了 点start 好的 接下来是第二步 第二步生成一系列的任务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先定义我们自己的任务 我们定义一个simple task 在这个simple task里面呢 我们不做什么特别的操作 我们只是实现这个构造函数 那么这个构造函数呢 它需要传递一个函数引用 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直接的调用附列的构造函数就可以了 super-simple-task-self.init-callable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simple task 接着在下面我们定义一些处理的逻辑 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this is a simple task callable function 每打印一次 sleep一秒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定义了这些东西 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生成一系列任务了 在这里面我们for i in range 10 这里面我们生成10个任务 task等于simple task 在这里面呢 函数实际处理的函数 是这个process函数 接着生成一系列任务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添加到这个限制词里面 去执行 因此呢 第三步就是testpool.put 这个simple task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往这个限制词里面 提到任务并且执行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测试用力给跑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有错误 这里面确实有错误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它确实是打印了一行 它是打印一行之后呢 它就报错误了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错误 这里提示说这个pop from empty list 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cone的列表里面 pop了一个元素 那么这个是不允许的 我们来看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那么应该呢 是这个现成安全对列的这个对列的问题 在这里面我们来重点来看一下这个 从对列取出元素的这个pop方法 那么应该是 是这里这里面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我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是判断这个判断size是否为0 如果为0的话 直接返回嫩 那么如果走到下面的话 那就是不为0了 那么不为0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对列里面取出元素 但是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在获取这个size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获取的时候 它不为0 那么有可能我们判断这个size不为0之后呢 这里到这里的这个逻辑里面 有可能其他的现成取走的任务 然后呢导致下面的这个cream实际是空的 那么这样子呢 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一个和下面的这个逻辑 它不是原子性 因此在这里面不能这么写 我们先把这段给去掉 我们把这个判断放到里面来 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加锁 然后判断这个size if self点这个cream lern queen 大于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lock的保护的基础下 做这个操作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不会有问题 如果大于0的时候 我们才把这个item给返回 否则的话返回的是这个lern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确保了这个判断size 以及从对类里面取出这么两个操作是原子性的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错误 老师在这里面呢 就放错了 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反面的例子 好的 停止 我们重新的把这个test方法给跑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我们是否还有问题 看到没有 我们把这个问题给修复掉之后呢 我们的text就没有问题了 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把这个process给运行的复杂一些 先slip一秒 然后呢 再打印一次 一 二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跑起来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 虽然说每一个任务呢 它都是提前去slip一秒 但是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多个任务 他们是并发的去执行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所实现的现成词 它可以正常的工作 那么下来之后呢 同学们也可以编写 更加复杂的这个测试用力 去测试我们前面所实现的这个现成词 是否有别的问题 或者是别的没有注意的地方 就比如说刚才老师这里面所修复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非常典型的 非常容易错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去注意的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编写了我们简单的这个现成词的测试用力 我们下宝来 toempl su 声编诶 也充不少